現在想想 一直以來 我都給自己加了太多的內心戲 它根本沒有做什麼 是我被自己所幻想的事情感動 這也是人之常情 太多的藝術作品粉飾了初戀 這件事本來就是一次嘗試 所以失敗的概率會很高 你們兩個年紀又小 彼此都在成長 變化 摩擦大讓我 不過我真的很羨慕那小子 居然會有一個像你這樣 願意為他付出的女孩子 但是現在我也很可憐 因為他把你弄丟了 你說的我都有點不好意思 我說的都是真心話 我們去看電影吧 我們去看電影吧 好啊 是嗎 sorry 我真的有好的 看一下 有一點也就是 被弄得很明顯 被他律師說 你認識很多人 你覺得很明顯 我被老人的 感谢观看